这夏末秋初干热的季节 后运的月季Labsong 算是开的比较好的一株 它的颜色偏粉紫色 非常的风花 花朵也非常的大 是一个很强健的品种 另一株开的特别灿烂的 就是这株Yabada Badu 前面有一集介绍过 它和Labsong一样 都是Riex公司出品的 它的颜色特别的明丽 而且非常的风华 在阳光的照耀下 有一种耀眼的光芒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明媚照人 这个是Eden Climbe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粉色龙砂宝石 单花的每一朵颜值 还是非常的高的 它零星的开了几只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复花 来看看David Austin的黄包子 白包子 这株就是经典的 Abraham Derby 颜值是没有话说的 真的是很美 现在这个季节 它也是零零散散的开着 不像春花那样 花量大 开得很整齐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Jubilee Celebration 迎喜庆典 它实在是太好看了 每次我看到它都会被它迷住 这株迎喜是我牵插 然后递栽的 有两年了 它的花非常的漂亮标准 迎喜花瓣多 爱垂头 但是它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几乎忽略了 它这个垂头的缺点 Cardine Mill Cardine Mill 这是一种怎么看都很好看的品种 颜色 花形 花瓣 都非常的漂亮 Bosca Belle Bosca Belle 这个品种 凡是种过它的花油 都是会向大家推荐的 优点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不啰嗦了 大家可以自行在网上搜索一下 花油们的评价 夏末秋初的月季花 其实开得挺零散的 最后来看看几张漂亮的大头照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May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 就点一个关注吧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